今天上午台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台房屋部门负责人邱国正 台社外事务部门负责人吴钊燮 都前往蔡英文办公室开会 针对台湾地区未来的兵力结构 训练方式等问题进行讨论 确定所谓强化兵力结构调整方案 参与相关讨论的房屋人士26日晚宣称 这次兵力结构改革有三大所谓亮点 一是将兵力结构区分为主战部队 守备部队 民防系统 后备系统四大区块 明确防卫任务 二是导入美军等最新模组化训练模式 三是大幅调升一无一薪资 从现行的6500多元新台币 提升到2万多元新台币 兼顾服役期间经济生活 今天下午蔡英文通过记者会 亲自对外说明方案内容 这也是蔡英文时隔745天之后 再次接受媒体访问 引起各界关注 今天我们提出兵力结构调整的规划 分为四大区块 是由编制21万人 现员18万人的志愿役军人为主的主战部队 打造以义务役为主的常备的守备部队 支援主战部队 协助民防的工作 对此民进党前明代郭正亮认为 蔡英文之所以选择这个议题开记者会 是因为他知道美国在看 这是美国要的议题 国民党台北市前议员罗志强则讽刺 蔡英文一躲就躲了两年多 记者会上仅回答安排好的问题 还不如听从民进党前明代蔡启方的建议 每天游山玩水就是对台湾最大的贡献 对于兵役延长问题岛内各界忧心忡忡 新北市长侯友宜就表示 和平稳定是民进党当局的责任 统筹好两岸关系才是令民众安心的首要任务 国民党台北市第三选吃明代补选参选人王宏威 今天受访时也表示 蔡英文今天应该对外界说清楚 一起延长之后 赴兵役的男子要受到什么样的训练 而他身为一个母亲 也呼吁民进党当局在台海兵凶战危的时候 不应该把责任推给年轻人 不要让一南觉得说 今天只是在一个民进党抗中保台之下 然后现在台海陷入了一个比较紧张的情势 在兵凶战危的时候 让这些一南一起延长 那么让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的家人担心受怕 谢谢大家